救護人員火速抵達現場 而畫面中這名男子緩緩走上救護車 一點什麼事也沒發生 沒多久他就被警方帶回警局偵訊 因為23號早上9點多 他的老母親92歲郭姓老夫人 被發現倒在樓梯間身亡 而當時和母親都在屋內的只有他 看到媽媽血流如注就倒在自己眼前 二兒子立刻報警 附近鄰居表示老夫人平常 和60多歲的大兒子一起住 二兒子則是每天來到家中探望母親 沒想到這次回家 卻發現媽媽倒在家中 沒了呼吸心跳 他兒子是自己有在猜說 應該是不可能跌倒會那麼嚴重 事情發生在台中壇子區 救護人或報到場 發現老夫人不僅頭部有撕裂傷 全身還有多處傷口 地上流著一滕血 根本不像自己摔倒 而老夫人送一搶救後 還是宣告不知 老母親和兒子住在一塊 原本應該享有田輪之樂 沒想到卻發生人倫悲劇 檢察官也已經將大兒子 帶回偵訊調查 至於是否他殺 警方還在釐清當中 記者台中中央報導